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今天的经文里表达出神那无限的爱 神爱世人 神爱我们这邪恶的 不尽前的犯罪的世人 世人却以恨来报答爱 以自私来报答牺牲 本来应该被弃绝 应该受到刑罚的 纵然我们 是如此的邪恶 神仍然爱我们 不但是容忍我们 其实容忍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但神的爱远超过容忍 他对世人的爱是如此的伟大 他赐下独生子耶稣 来做世人的救主 神做了最伟大 最宝贵的牺牲 神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 他将自己的儿子赐给 不愿接待他 恨恶他的世人 神最大的盼望 乃是叫世人可以得救 并且使救恩的道路 成为简单容易 每一个人都可以明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感谢神那无穷无尽的爱 因为不论怎么样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那就是 我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优优独播放